Hello 其实我们现在在外面 然后我们刚刚吃饱 早餐 然后我们想要在这里 录一段新的一集的聊天 对 因为我们现在灵感爆棚了 我们不再自己讲掉它哦 回家就忘记了 其实呢 刚刚我跟Emeline有讨论到 刚刚我跟Emeline有讨论到就是 很多时候呢 因为在 在陷阱的社会里面 我发现到 会各种才艺的人越来越少 就是很像 所谓的才艺就是很像 乐器啊 运动类啊 画画 骑脚车游泳 书法 或者是厨艺 还是 做那种 传统的料理 啊 任何啦 总之是 比较接近爱好类的东西 的人越来越少 其实我觉得 这些东西是 虽然它不是你人籽的全部啦 但是我觉得 每个人都要至少 会几样 但是 我们 我们刚刚就 就发现到 其实 最近的年轻人 都 越来越少 acquire这些技能 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学校的那种 课业太过繁重 也可能 而且 可能唯一有意义的东西就是 拿成绩 拿好成绩 拿好成绩 你的消遣活动就是 玩电脑 还是玩电话 那种啦 看YouTube 但是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 让你 进步 所以呢 我们刚刚就有 聊到啦 其实 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 老师 都是老师 因为 你不知道可能 今天走在你身边的是一个 很厉害做gym的一个人 这样 他很厉害做gym 他对gym有很多心得 如果他不 把他的这些知识 share出来的话 这样不是很浪费 这样 如果给一个 很想要 开始做gym的人啦 他们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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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所措的 他们不知道去 去哪里找一个这样的老师 来教他们 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其实这些东西 是 普通人就可以教你的 你不需要去到一个institution 不需要给那一个月 一百块 来学习 对 其实好像 好像昨天 我就有教子毅 怎样打乒乓 因为子毅很想学 我就教他 虽然我的兵猫不是很厉害 但是 我已经是 算是一个 已经是可以 可以教人的一个水分了 所以 我们今天在这里的那个focus point 就是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老师 就好像 那个孔子讲的 三人心 比我我失恋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学很多东西 我们每一个人都 都学很多东西 学语言 学 烹饪 学运动 学 学 你看那种小孩子啦 嗯 参加课外活动 学扯铃 学跆拳道 其实 我们 其实有很多人的 那个才艺本事都很多 但是 我们却没有 apply 这个三人心 比我我失言的 一种 思想 一种概念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就好像 我会 唱歌 可是我有教过几个人唱歌 没有 我就是自己唱爽 我去学了 我也没有教人 所以 我最近呢 就跟他一起自弹自唱嘛 所以我就 有 guide他 我给他一点 hint 一点 idea 要怎样去让你的声音更加好 更加吸脉 更加吸脉 因为他的声音不吸脉 出不来 出不来 所以我就教他 就 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你看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 但是我们却没有教对方 什么东西 好像他会日语 他也很少拿那个日语来教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 可惜 很浪费的一点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 以一个学生的身份 转去一个老师的身份 对 你不一定要去当真正的老师 不一定要在一个学校教人 但是你绝对有能力去教另外一个人 他们不懂的东西 对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教 去guide他们 去给他们一点点的火花 可能他们 他们听了你教的一点点东西 他们就开窍了 而且我也觉得 在这个时代 越来越少好老师 所谓的越来越少好老师 其实不是 我觉得不是那些好老师不存在 而是因为很少人会愿意去做老师的这个角色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好老师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老师 每一个人都是 每一个人都是 一个七岁的姐姐 可以教一个三岁的妹妹 怎样 骑脚车 怎样骑脚车 OK 然后那个七岁的姐姐就是老师了 怎样教那个妹妹 怎样扶着汤汁吃饭 她就是老师 对 所以我就觉得 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一个这样的行动 就是大家都应该成为老师 然后把自己能教的东西传授出去 就是要有一个这样的正能量的职场 让每个人都乐于学习 而不是在把学知识的这个东西 这个责任丢给学校 你看讽刺的是 学校的老师 就算没有教好那个学生 大部分的责任也不只是在那个老师身上 他可以怪学校 然后 学生也不再觉得学习是很快乐的事情 但是学习不只是局限在于读书 不是 好像 还有很多很多才艺 我们自谈自唱 他是在学习唱歌 然后我不会配音 他就教我怎样配音 这种都是学习 对 都是学习来的 对 任何的举动都是学习 只要是你之前不会 然后 过后 你会了 就是这样学习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开始学会 take baby step 就算你今天是一个不会画画的人 如果你遇到一个老师 一个好老师 可能是你身边的一位朋友 还是小过你的小辈 都好 他可以教你画画 他用他的方式教你画画 只要是一个对画画有心得的人 都可以成为你的老师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开始去勇于踏出这种 baby step 第一步 来学习更多的东西 对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精彩 对 因为好像我一路走来啦 我写 我拍video 我唱歌 这些哦 其实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对 就你拿我唱歌来讲啊 我八岁 我八岁 我什么都不懂 然后我妈妈鼓励我去唱歌比赛 然后我比赛拿奖了 拿奖了 他不是 他不是结束 拿奖了 我的信心就有了 我就有那个兴趣去唱歌 我的二姑 就每一次会 让他的孩子 跟我们 组一个小的团队 然后我们就 每个周末 还是有 Event 有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会表演 我们一直表演到中学 差不多Firm 4 Firm 5 Firm 3 Firm 3 我们一直表演到Firm 3 然后 我Firm 2的时候 然后 我开始开那个YouTube Channel 因为 对啊 每个人的梦想就是要当YouTuber嘛 就开始开一个YouTube Channel 结果 呃 Firm 2过后 做了一阵子我又停了 直到我19岁的时候 又有一个老师 他叫我 Continue我的日程 你看 他其实很多故事讲的 对很多故事 每一个 每一个事件 他都是重点事件 而且 在他的这一段唱歌的路程来讲 他的生命里面已经出现了三四位老师 OK 很多位老师 每一个在他 就是 遇到瓶颈的时候 可以拉他一把的人 都是老师 所以我就觉得 你看 如果你的生命里面遇到几个贵人 几个老师 你就会少走很多愿望路 而且你也可以去到更高的 对 我是想讲 没有一个课程 没有一个institute的课程 可以让你付了一年的学费 让你突飞猛进 没有这回事 学习是一辈子的 你讲我现在21岁 我从8岁唱歌唱到21岁 我还没有结束 我还没有到终点 我可以唱到100岁 所以任何的东西 它其实都不是一个package 可以做到的 好像你看外面的那种 打广告啦 你来我的中心学一年 你就会成为 我保证你成为一个 世界专家 可能 不可能 我们一直在学一直在学哦 都是 都是为了成为一个 以后更好的自己 它没有一个终点 所以 所以我们的这个影片的内容呢 其实就是要鼓励大家站起来 不要再把这种 自己厉害的地方藏起来 不要 站起来 把这种技能传授给身边的人 然后 从今天开始成为一个老师 ok 而且我们两个也开始在 想着 构想一个 可能 一个community 是有很多小老师在里面 把自己 能够教的东西 录起来 的一个地方 然后如果你 真的有心 想要向他学习 你可以直接联络他本人 或者是 呃 我们可以一集一集的这样子 录下来 好像episode这样子 然后你们可以去看 说不定我们会在 将来的不久 开始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东西啦 所以我希望可以 可以 可以 招募到很多小老师 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有能力 可以 教一些技能 一些技能 不管是什么都好 不需要到grade 8 还是 不需要到很高的level 因为 只要是你们能教的 对 给一个 完全没有做过那件事情的人 明白 你们在做的东西是什么 就够了 不需要很难 对 是很简单的东西 然后我们想要 开始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让 学习成为 生活的一部分 生活的一部分 而且是很快乐的事情 对 不需要去 去考什么诗 只是纯粹为了提升自己 而去做的一些事情 学 活到老 学到老嘛 对 我们就 有构想着一个这样的东西 对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看到这个影片 来 与我们一起 开始一个这样的旅程吧 谢谢